嗨,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做的史莱姆大冒险 就是把史莱姆放进冰箱七天 在书本上做史莱姆 剪开软软做史莱姆 哇,这个真的是超心痛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史莱姆大冒险 首先呢,第一个冒险就是 我期待很久的把史莱姆放进冰箱七天 那我非常好奇它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七天后呢,就是这个结果啦 我没有拍到七天前的就是片段 本来我有拍到的 我也不知道 打开后呢,它就是 很硬 对,然后就是 超冷 我的手就是已经 OK,暂停一下 那我之后呢,会做一个Q&A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被冰到不能说话了 而且它超硬的 非常难拉 然后你拉的时候呢 它会弄到我的手 整个冰着这样子 然后我根本就是拉不开 Oh my god,那个质底是 可是它幸好它是没有臭味 就是什么都没有 我猜是因为冰箱 可以让它没有臭味吧 然后它也是很难戳 戳也戳不到 拉也拉不到 那我以为呢 它过了一阵子就会融化 万万没想到 它断了 我一直觉得 它会软化掉 然后它断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会断掉 我以为它会就是 慢慢变正常 那第二个冒险就是 剪开软软 然后加进史莱姆里面 这个冒险也是 我想做很久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有趣 而且我家里的软软超多 要选哪一个软软呢 好纠结好纠结好纠结啊 然后我最后就选了这个冰淇淋 因为它是陪伴我很久很久的软软 谢谢你的陪伴 在过去的三年了 那它的质底呢 就是那种软软黏黏的 里面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像海绵这样子的 只有我就剪开所有的软软 其实我很心痛 因为它 是我第一个买的软软 好 心痛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因为我剪了很久 可是我还没有剪完 唉 我用扯的 因为我真的是 哦 我不想再剪了 我都要死掉 你看我的手 很痛你知道吗 因为那剪刀很小吧 然后又要剪开 真的是很痛 好 我们终于剪完了 现在就要做史莱姆的部分 那史莱姆的部分 我就随便带过 因为 呃 我觉得基本的史莱姆步骤 大家应该都懂吧 就是加入焦水 加入水 加入色素 那我用的色素是绿色 搅拌搅拌一下 然后再加入甘油 那我都是很喜欢加甘油 因为它可以让史莱姆变得很拉伸 可是甘油有时候会让史莱姆变得很黏 你们有这样子觉得吗 之后呢 就加入焚砂水 让它混合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成型啦 呃 我觉得它出来的质底不好 它是那种水弹 然后一拉就断的那一种 所以呢 我还是想要去挽救一下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些甘油 现在就到我们正式大冒险的部分 弄了那么久才到大冒险的部分 就是加入我们的冉冉 对悲剧上瘾 三 二 这个真的是我做过最失败的大冒险了 根本就hold不住 那个史莱姆根本就装不进所有的软软 我之前看过那些影片都是很成功的好吗 它们夹在里面就是超完美的就是超好玩的 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 很烦耶 我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东西 我真的是 我都快哭了 真的是 这个呢 是我大概放了三天后的效果 我以为三天后它的史莱姆会变更有拉伸性 然后效果会变好 还是一样好吗 搓也搓不到 玩也玩不到 浪费我的史莱姆 浪费我的软软 其实我还有一堆软软 我都加不进去 根本就 根本就一开始的那个软软都加不进啊 还要加入另外一批 这是一个彻底彻底失败的实验 冒险 我都与无伦次了 还在垂死挣扎 我还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成功 可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它成功了 不想说话了 我们进入下一个大冒险吧 哦 这个大冒险是我觉得最成功的大冒险 一开始我以为就是在书本上做史莱姆 所以呢 我就加入了一些白胶 然后甘油 我真的超爱加甘油的 甘油在马里西亚叫西口糖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要回答一下 还有我是吉隆坡人 很多人问我 所以回答 我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啊 什么颜色都喜欢 所以我很喜欢加入色素 之后就搅拌搅拌 其实这个部分是我最害怕的部分 因为我加入了甘油嘛 然后他家喷下水的时候 他就一直粘着我的书 所以我很害怕 他会一直粘着我的书不走 超害怕的 可是呢 我就看到他有开始成型 然后开始离开我的书 我就有一点点的放心 OK OK 他应该是不会粘着我书了 我想 终于成功了 耶 我得到我的书 我得到了我的史莱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验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并且分享出去 还有最重要就是订阅我的频道 最终我的Instagram还有Facebook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影片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